屬豬的朋友們恭喜你們 今年2024 龍年假成年 你們是帶有集門開門的這個力量 開門我說是大吉之門 再次強調開發開闢開拓開疆 新的事情破釜成舟 你的想法 如果你想要創業 當一些資金什麼等等的 你自己評估之後 五五波的話 我建議你出手吧 出擠吧 不要再猶豫不決了 想的都是問題 你做了他有答案 好不好 屬豬的朋友 老鼠的朋友們 今年2024年有降薪跟金潰 這兩個降薪代表什麼 降財能力領導者 那屬老鼠的朋友們 代表你們今年的事業發展是比較好的 為工作升遷年 簡單來說 今年老鼠的朋友們 升遷的機率很大 都要好好把握 猴子 天秦星 天心星 天府星 這三顆星 今年屬猴子的都有代表 什麼意思 應該是說今年 猴子我認為是生肖中第一名 超生的喔 對是第一 整體而言是第一名 哇 你好有禮拜書啦 這邊提醒 跳脫你的舊思維 離開你目前的舒適圈 讓你的事業達到更高峰 突破自己 不要太保守 創新 創新 再創新